这绝对是中共土豪的陶铁盛宴 眼前桌上的是一整只烤骆驼 用于宴会这无疑是一道硬菜 光是这一桌就价值二十多万元 但在身价过亿的土豪面前 这点钱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在座的大佬随便拎出了一个身价都超酒位数 烤骆驼作为沙特皇室的国宴 它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看究竟 这是一家酒店的厚厨 好的美食 自然离不开厨艺高超的厨师 总两名厨师的样子 不难看出他们来自印度 此后沙特土豪也是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 只要饭菜做的符合客人口味 小飞红包也是拿到手软 平均一个月下来 工资加上小飞能赚到十万左右 首先三哥打开铁桶 一只烟好的骆驼便沉浸在眼前 不愧是印度三哥 咖喱肯定为烧放 在烹饪之前还要撒上各种调味料 但红花是一种天然香料 能起到增香的作用 随后就是三哥的密质酱料 必须给骆驼均匀的涂抹 沙特王子拿出一罐自然酱 这样能大大增加骆驼的风味 随后又拿出一桶墙小酥油 其实就是动物脂肪 这些酥油也能为骆驼增加香味 最后就是各种辅料 主要是腰部豌豆和葡萄干组成 将各种调料涂抹完毕后 再次拿出桑红花 均匀地撒边骆驼全身 最后再撒上一片豆蔻粉 豆蔻具有屈心结膩的功效 一切准备完毕后 用锡纸把大锅缝死 然后合力将大锅抬到灶上加热 要想让骆驼充分入味 至少需要15小时的小火慢炖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炖制 骆驼肉的香味已飘满全污 三哥直接将炖好的骆驼肉 放到蒸好的米饭上面 这金灿灿的大米 也是这道菜的灵魂点 金黄的大米产自巴基斯坦 因肠力和味相而闻名 但因为产量较低 一般都被沙特土豪高价输走 随着软落脱骨的骆驼肉被捞出来 浓郁的香味布满了整间厨房 也在慢慢的渗透到米饭当中 最后三哥要给骆驼肉进行评判 为了看上去更加饱满 用黄金米饭将缺口全部封入 再撒上一层干锅辅料 随后将煮熟的鸡蛋放到上面 以至普通的鸡蛋和骆驼肉结合后 身价也是翻了数百倍 为了看着更有食欲 又加入西红柿和柠檬 最后撒上香菜 骆驼肉瞬间有了灵魂 无论是色泽还是味道 这道骆驼大餐都堪称一绝 三哥取出强小酥油 撒在骆驼肉上 这道价值20万元的硬菜 理时20个小时 终于制作完毕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品尝环节 喜欢吃肥肉的人 那驼蜂肉一定是首选 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 吃上一口满嘴流香 骆驼的肌肉腥肥 此时已经炖至软烂 沙特的餐饮方式 通常是用右手抓饭 而左手则被视为不干净的表现 将黄金米饭和骆驼肉挤成一团 用炉纸向外推的方式 松露口中大块博弈 这便是沙特土豪 朴实乌华的一顿午饭 此时手机前的你在吃什么 不妨发到评论区 让大家看看 ž优优独买了 류卢 豌华